在八岁的小珍妮芙 舒特心中 夜晚的黑暗 曾经是她觉得最可怕的东西 一个夏天的夜晚 有个陌生人从窗户爬进她的卧室 把她绑架了 还强奸了她 那个人用刀割断她的喉咙 把她扔在荒草丛生的郊区 让她孤独地等待死亡 但珍妮芙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并且在接下来的十九年里 她一直坚持不懈地 寻找那个伤害她的凶手 1990年 八岁的小珍妮芙和妈妈伊莱恩 一起住在德克萨斯州的狄金森市 狄金森市是个历史悠久的安逸小城 靠近的州最大的城市休斯敦 那时 小城的总人口大约有一万多人 伊莱恩是个单身妈妈 和女儿珍妮芙相依为命 他们住在一楼的一间小但温馨的公寓里 伊莱恩和珍妮芙的父亲早已分开 案发后 珍妮芙的生父似乎也从未出现过 但珍妮芙的外祖父母和舅舅们都住在附近 伊莱恩把女儿看得比命还重要 所以 尽管生活在单亲家庭 珍妮芙身边还是充满了关爱和温暖 她也像其他被爱滋养的孩子一样 成长为一个快乐 开朗 无忧无虑的女孩 那时的珍妮芙刚刚读完二年级 她在学校里如鱼得水 成绩优异 两个学期都是权力 她还很活跃 只要有她在 大家都心情愉快 那个脸上有着小雀斑 笑容灿岸的小姑娘 让大家都很喜欢 珍妮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 1990年的某个晚上 一个叫玛丽亚 凯丽的新人 靠着首张专辑爱的幻影 在美国歌坛乍响了名声 成了珍妮芙的偶像 那个夏天 小珍妮芙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 期待着暑假结束后 能在老师和同学面前一辆歌喉 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 唯一的烦恼就是爬黑 和很多同龄孩子一样 珍妮芙觉得关灯后 各种奇形怪状的妖精就会出来 尽管有自己的卧室 但她晚上总是挤进妈妈的被窝 只有在妈妈的臂弯里 才能安心入睡 1990年8月9日 珍妮芙照例睡在妈妈伊莱恩的卧室 但那天她睡得很不踏实 把妈妈提醒了好几次 最后 伊莱恩只好对女儿说 今晚有重要的工作要做 你介意回自己房间睡吗 小姑娘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时已是凌晨2点30分 她赶紧打开大灯 看了一会儿书 然后进入梦乡 和往常一样 她没关灯 不知过了多久 珍妮芙惊醒了 发现自己被一个陌生男人夹在手臂下 男人正沿着人行道狂奔 珍妮芙想尖叫 但男人紧紧捂住了她的口鼻 接着 男人把她带到一辆车里 告诉她别怕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是一名便衣警察 学校里的老师教过珍妮芙 警察是能帮助她的好人 但另一方面 妈妈和亲戚反复叮嘱她 不要相信陌生人 于是珍妮芙问 你的警徽和枪呢 男人含糊其次地说 现在不在我手上 继续开车 车子经过珍妮芙外祖父母家 却没有停车 珍妮芙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劲 后来 男人把车开到珍妮芙 所在小学的停车场 说等到月亮变了颜色 你妈妈就会来接你 珍妮芙焦急地望着前方 等待车灯的出现 但前方一片黑暗 这时 男人告诉她 看了你妈妈不会来了 然后重新启动引擎 车子又开了几个街区 男人为了不让珍妮芙出声 不断狠掐她的喉咙 最后 车停在了碎狮子路边 那路看起来没个尽头 男人把小女孩拖下车 拿出刀子架在她脖子上 那一刻 八岁的珍妮芙 吓得全身细胞都在发抖 这个男人的行为 让她对这个世界的邪恶 有了初次认识 她不知道 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折磨 后来 男人又掐住了她的脖子 珍妮芙觉得 脖子快要被扭断 一下子失去了意识 她时而清醒 时而昏迷 不知道强奸 是什么意思的小女孩 承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和恐惧 再次醒来时 珍妮芙发现 男人正拖着她的脚踝 穿过杂草丛绳的荒野 她的脖子疼得无法形容 想要尖叫 却发不出声音 她用尽全身力气 把右手放在脖子上 指尖气气的 那里有一道巨大的 流血的裂口 男人终于松开手 把她摔在地上 然后远去 天还没亮 八岁的珍妮芙 舒特被丢在荒野上 独自等待死亡 那天早上 一来安 舒特发现 女儿的房间窗帘拉开 窗户开着 窗头灯亮着 书本没合上 房间里没丢东西 就是珍妮芙不见了 她赶紧报警 警探拉尔夫 加西亚赶到现场 觉得珍妮芙很可能 被陌生人绑架了 警方和志愿者 从珍妮芙家附近的田地开始 进行地毯时搜寻 珍妮芙的家人也行动起来 印制传单 四处询问和发放 但整个白天过去了 大家一无所获 因为珍妮芙被丢弃的地方 在迪金森时的另一侧 那里是人际罕至的田野 珍妮芙躺在草丛中 火翼爬满她的身体 刺得她像被烧伤一样痛苦 她断断续续的意识中 记得树梢和云彩 听见附近的车辆 却无法动弹 无法抬起头 无法发出声音 珍妮芙后来回想 最吓人的事情 不是伤口的疼痛 和火翼的尸子 而是明明救援 就在眼前 自己却无法求救的绝望 那一天 珍妮芙频繁地昏迷又醒来 渐渐地 她不再害怕 反而感到一种特殊的平静 那是面对一切 濒临死亡的宁静 当暮色降临 珍妮芙又一次醒来 耳边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 好像是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孩子 在荒野里玩捉迷藏 珍妮芙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也经常这样和朋友们 在田野里开心地跑跳 她已经分不清 这些孩子是真实的 还是冰死前的幻觉 她的意识再次模糊 珍妮芙坚信 这次昏迷后 她将再也不会醒来 就在这时 什么东西撞到了 她失去知觉的脚 一个孩子被珍妮芙绊倒 珍妮芙被紧急送往 约翰 西立医院的救治 所有现场的警员 都悲伤地低下了头 他们认为 接下来的调查 将会是珍妮芙的谋杀案 且斯特科医生 医院的耳鼻喉专家 为珍妮芙进行了紧急手术 珍妮芙的颈部伤口触目惊心 从一只耳朵延伸到另一只耳朵 喉咙几乎被割断 气管被撕裂 声带受损 因为失血过多 她的脸变得苍白 几乎发青 但珍妮芙的意识依然清醒 斯特伦科医生永远不会忘记 小女孩的眼神 那双充满血丝 充满警觉和恐惧的眼睛 令人惊讶的是 尽管伤口很深 但没有伤及任何大动脉 经过医护人员的权力抢救 珍妮芙的生命体征 暂时稳定下来 尔克ICU的夜班护士 沙朗 迈克布莱德 看着病床上遍体鳞伤的小女孩 想到自己也有一个同龄的女儿 心痛得无法呼吸 她甚至不敢想象 珍妮芙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迈克布莱德护士 一直在珍妮芙床边守护着她 直到她入睡 直到她的母亲伊莱恩赶到 同时 警员们对发现珍妮芙的田野 进行了彻底调查 他们在离珍妮芙被发现位置 约400米的一条沟渠里 找到了珍妮芙的睡衣 以及一条男士内裤和T恤 推测是绑架犯的所有物 如果是在今天 警方一定会立即检测 这些衣物上的DNA 虽然在1990年 DNA技术已经问世 而且1986年在英国 就已经用DNA破了第一起案件 但这项技术 当时还是处于起步阶段 对样本的要求特别高 一开始 样本必须是足量的血液 而且不能被污染 所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那些衣物几乎成了无用的物证 不过 珍妮芙手术成功的消息 还是让迪金森警方高兴的不行 尽管八岁的小女孩 通常不是很可靠的证人 但能有这样的人正存活下来 已经是个奇迹了 警方里的拉尔夫 加西亚警探 马上设立了珍妮芙 舒特基金 呼吁市民捐款 帮助珍妮芙支付治疗费用 然而取证过程比警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因为绑架者告诉珍妮芙自己是个便衣警察 这让他对所有之前认为的好人都产生了强烈的戒备心 对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感到害怕 每当男医生靠近给他检查时 珍妮芙都会像受到惊吓 一样又踢又打 医生们并不介意 反而觉得这个小姑娘能折腾 说明他康复得不错 但警方要从这样的珍妮芙那里获得信息 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 执法人员把想问的问题 告诉珍妮芙的母亲伊莱恩 让他转达给女儿 他们站在门外 因为狄金森警局全是男性 一进屋珍妮芙就会吓得说不出话来 无法说话的珍妮芙 会把回答写在小白板上 但他只有二年级 词汇量和表达能力有限 他身上伤痕累累 插着各种管子 一边回忆让自己害怕的细节 一边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即使这样 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还是用尽全力 把能记住的细节 用颤抖的手解下来 甚至画出了地图和示意图 警方提问时 麦克布莱德护士 会像之前一样 守在珍妮芙身边 因为问题通常涉及到伤害的细节 珍妮芙的母亲伊莱恩 会极度自责和心疼 情绪崩溃 所以最终 问话要由麦克布莱德护士来转达 他告诉自己 为了珍妮芙和伊莱恩 他必须坚强 但在警方离开后 他会跑得飞快 离开珍妮芙的病房 躲到没人的地方大哭 多年后 麦克布莱德护士回忆起这段往事 依然眼里含着泪 她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小姑娘 袭击发生四天后 警方请来了一名犯罪画像师 希望能通过珍妮芙的描述 画出嫌疑人的长相 这次 小女孩没有害怕 因为这位名叫洛伊斯 吉布森的画像师 是个优雅又亲切的女士 洛伊斯 吉布森 胜于1950年 年轻时想成为一名演员 她高中毕业后 搬到洛杉矶 在热门节目 真正的唐斯蒂尔终担任舞者 同时兼职模特 也在一些电影里跑龙套 虽然默默无闻 但她和许多年轻漂亮 又有才华的女孩一样 梦想着 有一天能在好莱坞大红大紫 然而 在她21岁那年 这些美好的梦想破碎了 一天傍晚 洛伊斯正在家里看剧本 突然有人敲门 门外站着一个 看起来挺和善的男人 她礼貌地向洛伊斯道歉 说自己是新搬来的邻居 想借点生活用品 洛伊斯犹豫了一下 还是同意了 门刚开了一条缝 那个男人就猛地冲进来 把他推倒在地 残忍地侵犯了他 还打他 洛伊斯记得 那个男人在他上方 一边打他 一边恶毒地笑 他痛得快昏过去了 男人就会等他醒来 然后再把他打晕 那次袭击 差点要了洛伊斯的命 之后的好几个星期 洛伊斯都不敢出门 甚至几次想自杀 他也不敢报警 因为那个时候 如果一个女孩被强奸 人们会觉得是他的错 六个星期后 洛伊斯终于鼓起勇气 走出家门 由于心情恍惚 他开车是迷路了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就在这时 他在人群中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那就是袭击他的凶手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警察从四面八方冲过来 把那个男人抓住了 洛伊斯看着这一幕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事后 洛伊斯去了洛杉矶警察局 办案六周前遭受的袭击 警探听完他的叙述 拿出一幅画像问他 你说的是这个人吧 洛伊斯很震惊 因为那个凶手刚被抓 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有了他的画像 警探告诉他 那个袭击他的男人 是个连环强奸犯 警察是根据其他受害者的描述 画出他的模样的 后来洛伊斯辞职回了德克萨斯州的老家 去攻读美术 毕业后 他搬到旅游城市圣安东尼奥 在河边给人画像 在那里 他画了三千多幅肖像 其中有一个男人 特别喜欢他的画 一次次回来让他画像 这个男人来自修斯顿 对洛伊斯一见钟情 虽然他们没走到一起 但洛伊斯去了修斯顿 这也成了他失业的起点 在修斯顿定居后 洛伊斯去牙科学校进修 研究面部特征背后的骨骼结构 32岁那年 他独自走进修斯顿警察局 提出要为他们提供服务 洛伊斯回忆说 虽然他经历了很多挫折 但让警察雇佣他 是最难的一件事 很多警察对罪犯画像不以为然 对他更是如此 但他从不放弃 一次又一次尝试 最后 修斯顿警察局答应让洛伊斯 以自由艺术家的身份 兼职画像 起初一切都很艰难 工作压力大 收入低 还有一些警察对他的工作 不屑一顾 甚至怀疑他 洛伊斯自己也刚成为新手妈妈 既要超负荷工作 又要照顾年幼的孩子 有一天 离开警局时 洛伊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决定第二天就去辞职 然而 第二天早上 他接到了警官的电话 告诉他 正是因为他的素描 找到了凶手 那一刻 所有的委屈 疲惫和挫败 都烟消云散 1989年 袭击事件发生18年后 洛伊斯终于被 休斯顿警察局 雇佣被全职员工 正式成为 执法部门的一员 因为优秀的犯罪话 像是很少 洛伊斯经常被 其他警局戒掉 回忆起 你见到真衣服的那一天 洛伊斯说 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永远忘不了 那双美丽的蓝眼镜 那天 洛伊斯带着一本笔记本 里面有各种类型的眼镜 鼻子 眉毛 胡须等图样 让真衣服挑选一个罪项的 然后 他们一起画出了一个草图 真衣服无法说话 也无法描述自己的相貌细节 但洛伊斯却能理解他的意思 一个小时后 洛伊斯完成了画像 交给了真衣服 真衣服身信 警察们会凭借这张画像 找到伤害他的男人 然而 破案工作并不顺利 尽管狄金森警方 努力排查犯罪前科的嫌疑人 但由于袭击者和真衣服 没有社会联系 且缺乏关键物证 他们一直找不到突破口 在医院里 真衣服的身体逐渐康复 但病痛的减轻 并没有消除他的痛苦 一天 一个舅舅给他买了一个洋娃娃 还附带了一套 过家家用的梳妆镜 从那面小镜子中 真衣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样子 他发现 镜子里的自己眼部充血 脖子上有一道 又长又丑的疤痕 全身插着管子 不久前 他还欢快地唱歌跳舞 梦想地长大后成为歌手 然而 医生告诉他 由于声带严重受损 他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说话了 然而 也许是真衣服的遭遇 让老天爷也于心不忍 奇迹再次发生 有一天 真衣服想吃巧克力豆 但妈妈伊莱恩不同意 于是 他偷偷给宠溺他的舅舅打电话 想让他们探病时走私 进来几代 电话接通了 舅舅的声音传来 真衣服很着急 极力地想要表达自己 就在这时 他发出了受伤以来的第一个音节 从那以后 他的嘴巴再也没有闭上过 真衣服记得 每次发出一点声音 医生和护士 都会让全体肃静 原本令大多数小朋友恐惧的医院 成了真衣服的避风港 出院那天 他感到很难过 因为出院后 他得回到那个让他痛苦的世界 修天开始时 真衣服准时上学 他记得整个三年级 学校里总有警察进进出出 敌金森氏的市民们都感到害怕 因为警方还没抓到伤害真衣服的凶手 案子成了悬案 渐渐被大部分人遗忘 但真衣服忘不掉那份恐惧 他不敢一个人在家 不敢一个人过夜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害怕除了舅舅以外的任何男人 几乎每天他都在寻找那个伤害他的男人 十年后 真衣服高中毕业 开始上大学 在迪金森市的公共图书馆 他成了儿童图书区的管理员 23岁那年 一个叫乔纳森 马丁类似的男人 走进了他的生活 虽然他曾对男性很恐惧 但乔纳森给了他安全感 他了解他的过去 总是陪在他身边 为他加油鼓劲 两个年轻人相爱 开始谈婚论嫁 真衣服喜欢孩子 憧憬着当妈妈的日子 然而医生告诉他 由于儿时遭受性侵 他很难自然怀孕 真衣服崩溃了 那个男人依旧逍遥法外 18年后 他的案子再次被遗交 这次负责的警探叫蒂姆 克罗米 他主动提出与真衣服见面 在克罗米的办公室 真衣服痛哭失声 克罗米默默地给他递纸巾 他说那个男人还是逍遥法外 他还会再伤害其他人 克罗米承诺我会竭尽全力 用我余下的职业生涯 为你找寻这起案子的答案 克罗米联系了FBI探员 理查德 雷尼森 他们决定重新调查这起宣案 尽管他们重新检视了 当年的记录和证词 但没有找到新突破 时间成了宣案最大的敌人 证人可能会遗忘 搬家或离世 但科技进步为正义增添了助力 18年后 DNA技术取得了长足进展 之前认为无用的衣物 如今成为追查凶手的关键证据 雷尼森探员把衣物寄到了FBI总部的实验室 因为以前各地执法部门技术不够先进 全国的DNA检测都要集中在这里 这些需要检测的DNA 很多是正在发生的案件的关键物证 你想啊 18年前的这起悬案 在优先级上的排的多后面啊 等了一年多 雷尼森探员都开始担心 如果检测结果没有匹配的 这案子是不是又要成悬案 因为没有其他线索 警探们只能堵凶手的犯罪惯性 堵他袭击珍妮符后还会再犯案 结果证明警探们堵对了 珍妮符早起19年后的一天晚上 雷尼森探员被电话铃声吵醒 为事后才凌晨2点30分 电话那头是FBI的实验室 他们告诉雷尼森 DNA有个匹配结果 那人叫丹尼斯·厄尔·布拉德福德 住在阿肯色州 雷尼森马上打电话给蒂姆 克罗米把他从梦中叫醒 克罗米警探迷迷糊糊地问 丹尼斯·厄尔·布拉德福德是谁 这是个在以前调查中从没出现过名字 丹尼斯·厄尔·布拉德福德 1969年出生 老家在德州东南部的哈里斯县 案发时住在父母家 珍妮符被救出来后 他也因为自杀未遂 建了同一家医院 原来那起残忍的袭击 是他第一次作案 警方想起珍妮福当年的证词 他说他的名字是丹尼斯 看来丹尼斯一开始就打算杀人灭口 连名字都没造假 有了这个名字 警方联系了德州的车辆管理局 希望他们能挑出丹尼斯的驾照 几天后 克罗米警探又被电话惊醒 这次是雷尼森兴奋地喊 快开电脑看邮件 丹尼斯在1990年2月 因无照驾驶被罚款74美元 这是他唯一的前科 他驾照上的照片 拍摄于珍妮福被劫持前几个月 雷尼森说 他从没见过这么像嫌疑人的犯罪肖像 而这份描述 出自一个8岁的小孩 简直不可思议 另外 警方还发现 案发时丹尼斯的车 和珍妮福的描述一模一样 2009年10月13日 两位警察去阿肯色州的北小时称 在那边警方的帮助下 他说这件事困扰了他20年 每次想起来都会做噩梦 一生都为此懊悔 但警察对此无动于衷 因为调查结果表明 布拉德福德把珍妮福扔在荒郊野外 让他自生自灭 并没有任何悔改的迹象 1991年 布拉德福德在阿肯色州的温泉城 认识了一个18岁的女孩叫丽莎 两人很快就结婚了 生了一儿一女 布拉德福德也从此搬到了阿肯色州 1996年 他在酒吧看上了一个年轻女孩 女孩离开酒吧时 他用刀抵住她的脖子 把她拖进树林里 狠掐她的脖子 狠打她的头 女孩反抗并逃脱 布拉德福德因此被捕 以绑架罪被判12年监禁 这次入狱 她的DNA被录入了国家犯罪数据库 19年后 让她重新落入法网 布拉德福德入狱后 丽莎和她离婚 2000年 她因为出饭且表现良好 获得假释 实际服刑时间只有4年 她在北小石城坐汉宫 又结了婚 还收养了妻子的三个孩子 虽然布拉德福德兼称 她只是路过时 临时起义接走了珍妮福 但珍妮福和警方都不信 因为他们后来都想起 案发前似乎有人跟踪过珍妮福 布拉德福德被捕的第二天 警察召开新闻发布会 珍妮福面对媒体泣不成声 我不是受害者 而是胜利者 警察们走过来 拥抱她 在她耳边说 我们抓到她了 说到做到 之后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开始审理此案 过程大约需要一年多 检察官准备以谋杀未遂 起诉布拉德福德 并申请最高刑期 检察官还让珍妮福 自己选一个开庭日期 她选择了2010年8月10日 那是她被布拉德福德绑架的 第20周年的纪念日 之后 珍妮福一遍遍修改中写着 自己的受害人影响陈诉书 回到过去20年都不敢去的案发地点 因为她想回忆起所有的犯罪细节 20年前 丹尼斯·布拉德福德试图通过 割断珍妮福的喉咙来逃避惩罚 但20年后 珍妮福要在法庭上勇敢地 面对伤害她的男人 详细 完整 毫无畏惧地 讲述自己的故事 布拉德福德被捕后 因有自杀倾向被严密监视 但在第七个月时 监狱方认为她不再有自残意向 便将她转到普通牢房 并未通知警方和检察官办公室 2010年5月10日 警察克罗米再次在凌晨被电话惊醒 得知布拉德福德在牢房上吊自杀 克罗米记得 告诉珍妮福这个消息时 电话那头传来了哭泣和尖叫 但珍妮福很快振作起来 她意识到 虽然失去了控诉对象 但自己仍然拥有讲述故事的理由 她的故事可以激励其他 有类似经历的受害者和家属 给他们信心和鼓舞 她要像越过生与死的棋者一样 继续前行 2010年8月10日 在征得布拉德福德家人的同意后 珍妮福来到她的墓地 大声读出自己的陈塑书 她坚信 选错45磅重的8岁小女孩 作为受害者的布拉德福德 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9年来 珍妮福每天都在寻找 布拉德福德的身影 坚信她活在世上 如今她终于找到了他 这份陈塑书长达四页 读完后 珍妮福问爱人乔纳森 你觉得她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就在这时 她感到腿上一阵刺痛 发现是一只火蚁 她相信这是上帝告诉她 布拉德福德在地狱里 听到了所有的话 珍妮福在全国各地 分享自己的经历 鼓舞和支持其他犯罪幸存者 她想要告诉悬案的受害者和亲友们 对正义的信念和坚守 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雷尼森探员 直到2023年退休前 都在FBI的州分部工作 退休前 她接受了专访 讲述了自己无法忘怀 仍被侦破的悬案 并呼吁民众和媒体 不要忘记那些 等待正义的受害者们 2018年 因为工作表现出色 克罗米警探被任命为 北州拿骚万事的警察局长 现在还在那里呢 克罗米局长在珍妮福案之后 犯罪画像施洛伊斯 吉布森 继续在全国各地奔波 用他的画笔为受害者寻求正义 经过多年磨练 他的技术比给珍妮福画像时 还要厉害 能仅凭骸骨 就精准复原受害人长相 被认为是犯罪画像领域的顶尖高手 截至2012年 他画的犯罪画像帮助破了1266起案件 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2017年 洛伊斯 吉布森 获得了自己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珍妮福的事迹曝光后 北州的一名医生联系了他 愿意为他免费进行三次体外人工受孕治疗 如果成功 他就能通过试管婴儿 生下自己的宝宝 但医生没法保证成功率 当时艾维亚的成功率不到50% 珍妮福和乔纳森感激地接受了治疗 结果很顺利 2012年底 珍妮福生下了一个女儿 许宁珍娜 意思是白色的浪花 几年后 他们又用同样方式 生下了一个爱笑的小男孩 许宁乔纳 以为白哥 珍妮福生活中最黑暗的时光 也因为这两个小生命的到来 彻底翻篇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研究院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